发动凌晨大罢工 赶在11点40分 最后一刻搭乘滑航班机起飞的民众 大松一口气 但回程呢 华航晚间宣布 24日6点到晚间10点 从淘机松机出发的航班 全部取消 至少有60个航班受到影响 许多达华航出国的旅客 担心回来没有飞机可坐 纷纷事前投保旅游不变险 华航的罢工事件 造成旅客无法正常的归国 也因华航罢工的引起的饮食 住宿饮食费用的问题 如果这些人他们在出国前 都没有投保旅游不变险 这些额外的费用 都是必须自行承担的哦 再来我们来看 购买旅游不变险的管道 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透信用卡刷团费 买机票 另外一种是 自费向保险公司购买 但是你以为 随便买一家旅游不变险 就什么都理赔了吗 出国购买旅游不变险 最重要注意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要了解 你的保障可理赔的项目 第二件事情是要注意你的保险条款 尤其是保险条款 几乎是许多民众出国旅游前 不会向购买的保险业务员 或保险公司过问 都是直接买了就出国旅游了 那第一件事是关于保险理赔的项目 那透过信用卡刷团费买机票所赠送的旅游不变险的保障内容有 搬机延误行李延误行李延误行李遗失旅行文件床置 行程缩短遗失 截机补偿等六项保障 诺志费购买的旅游不变险 保障内容有 旅程取消保险 旅程缩短保险 旅行文件损失保险 旅程延误保险 行李延误费用保险 第三人责任险 旅行期间居家窃盗保险 搬机延误失接保险 搬机改降保险 现金窃盗损失保险 信用卡 盗用损失保险等12项保障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 是有关于保险条款小心看 我们常常在购买旅游不变险的时候 忽略了保险条款的重要性 以富邦常务旅游不变险内的 行程延误补偿保险条例为例 注意看条款的第45条不保事项 里面的第七项内容 罢工暴动民众骚扰所自者 这些名列清楚告知 发生这些事情的保险公司是不理赔的 假如这次的华航罢工事件 有旅客买到这个旅游不变险 那就等于这次的保险白买了 还坏了整个心情 虽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因为少了这些不保事项 所以他的保费会相对便宜一点 但是保费是会便宜一点没有错啦 可是有理赔的保险公司 两者相差的费用也才差了几十块 为了省下这些几十块呢 当发生了华航罢工类似事情的时候 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朋友们下次出国时候 可别为了省下这些小钱 并好好地问你的保险员或保险公司 询问像华航这样的罢工事情 发生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理赔呢 假如你不好问你的保险员或你的保险公司 以下图表可供您做个参考 最后再提醒您出国旅游前 好好慎选你的旅游不便嫌